大家好,我是队长 如果要盘点影史上最优秀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 那托比马奎尔主演的蜘蛛侠三部曲绝对是其中的天花板 不仅让蜘蛛侠成为了驾驭护晓的影视角色 而且还开创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时代 不过时常有粉丝遗憾于 托比版的蜘蛛侠并没有继续制作 否则很可能会缔造一个超过如今MCU的影视帝国 不过相信许多粉丝也听说过蜘蛛侠4的存在 据说当年索尼和三部雷米原本打算继续拍摄蜘蛛侠4的 但是由于意见分歧 最终导致了项目腰战 直到多年后 索尼才重新找到了加菲重启了蜘蛛侠这一IP 关于蜘蛛侠4的内容之前我们知之甚少 但是从一些泄露出来的概念设计图中 我们知道像Tuchel神秘客这些反派 原本都应该出现在蜘蛛侠4中 但由于项目的取消 直到多年后才被MCU重新搬上荧幕 蜘蛛侠4为后世的蜘蛛侠系列电影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那蜘蛛侠4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 对人就来带领大家一起探秘 这段被时代所淹没的蜘蛛侠第四部电影 根据外媒最新报道 由知名概念艺术设计师 肖恩·奥康奈尔所撰写的《能力越大》一书中 透露了托比马奎尔版蜘蛛侠4的剧情花絮 根据书中记载 索尼当年确实制作了蜘蛛侠4 并且已经和安吉尼娜·朱利签订了协议 加入这部续集当中 如果当年影片成功拍摄 那朱利会提前十多年成为漫威宇宙的一员 根据《能力越大义》中描述 蜘蛛侠4中设置了许多的反派 其中包括黑猫 高敲人 惊悚 神秘客 和突救 而其中突救是影片的主要反派 并且还会在影片中进行衣博的传承 老突救死后 他的女儿会成为突救女 而安吉尼娜·朱利所饰演的 正是突救女这个角色 根据记载 安吉尼娜·朱利饰演的角色 在影片当中 是一位成功的高管 他正代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收购号角日报 这个版本的突救阿德里安·图姆斯 在影片的设定里 他是一个赏金猎人 私底下承接政府派遣下来的一些脏活 造型和漫画比起来的话有些不同 山姆雷米想设计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制服 突救的翅膀是他的主要武器 翅膀上面的羽毛被设计成锋利的刀片 能够自由的翻转 根据剧情的发展 突救由于常年替政府办事 因此遭到了恶贯的追杀 在一个医院的场景中 突救遭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 不过最终突救顺利逃脱 同时电影还解释了突救外后的由来 是因为阿德里安·图姆斯的形势 非常的凶狠残忍 绝不留下一丝痕迹 就像是被突救啃食过的尸体一样 因此得名突救 接着能力越大艺术中提到 突救会和蜘蛛侠有一个很大的打戏 发生在曼哈顿中城花旗集团中心的顶部 在这个场景中 突救几乎杀死了蜘蛛侠 但是蜘蛛侠最终一招反击 导致了突救意外死去 书中记载 他们将进行一场斗殴 先是在纽约的地铁隧道里 然后随着打斗的进行 两人从隧道冲出 并飞到楼顶 战斗中突救差点杀死蜘蛛侠 蜘蛛侠受到了很严重的伤 流了很多血 他遇上了真正的麻烦 但是最后 彼得依靠蜘蛛反应甩开了突救 并且还给予了反击 而在这个过程中 意外折断了突救的一节翅膀 导致突救从大楼顶部跌落 最终死亡 接着 影片还设置了彼得的另一条感情线 那就是黑猫 菲尼西亚哈迪 计划中有阿尼海瑟威试验 电影中他和原作漫画一样 是一位身手敏捷的小偷 而关于电影的开场也很有意思 一开始就展示了 托比马库尔所饰演的蜘蛛侠 正处了他英雄生涯的巅峰 在蒙泰奇的镜头剪辑下 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神秘客 惊悚和高敲人 并成功将他们逮捕 据悉 影片中 彼得和马尼简已经彻底敞开了心扉 彼得也和自己真正的和解 他承认喜欢当蜘蛛侠 他也很享受身为英雄的生活 因此 山姆雷米决定给蜘蛛侠一个真正的难题 根据山姆雷米自己确认 他想要营造出 上世纪60到70年代漫画的质感和基调 拍摄一部纯粹的英雄对抗邪恶的电影 并且还会在故事里带来更多的漫画角色 甚至还邀请到了 安吉尼拉朱利和安妮海瑟威两大女性加盟 放在现在完全是无法想象的 但遗憾的是 山姆雷米最终因为和索尼发生了创意分歧 使得蜘蛛侠4最终只能成为 粉丝街头巷尾的传说 虽然此前也曾流露出一些概念设计图 但是山姆雷米本人却对此从未提及 似乎这也成为了他一生都不愿回忆的痛 不过好在能力越大 较为完善的记载了当年蜘蛛侠4的创作花絮 我们通过早期的剧本也能看出 里面的许多设定也都被沿用到了MCU的创意制作中 毫不夸张的说 山姆雷米的蜘蛛侠4 为MCU的蜘蛛侠起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